新產品MK200的原卡中 打開來開箱給各位看 打開來會看到一台機器 這就是我們的MK200 跟原本的卡中的外型很類似 但待會再跟各位介紹 有種不同 再來會有一包紙 這一包紙 其實就是我們MK200 就是雙色六欄位的卡片 一支筆 那這一包紙是100張 再來還有 它的配件 就是會有卡中的鑰匙 還有這個碳帶 然後電影也在這裡面 好沒了真的沒了 所以各位這個拿到的產品之後 大概就是會這樣的一個 配件還有主機的部分 那我 把它打開來給各位看一下 主機的部分呢 我稍微介紹一下前面有一個很大的 這個 時鐘的表面 那這個基本上是大家 很習慣看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把它放在產品上面 螢幕的部分呢 上方會有一個液晶屏 那這個液晶屏 是會秀出你要做的相關的設定 包括網路 那上面這邊就是欄位的一個選擇 這大概是外觀正面跟上方的部分 那鑰匙孔在這個地方 側面呢 看一下這邊有很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這個是我們叫RZ9的線路連接 這個可以讓你接 比如說像攝影機 或者是你要接那個擴大機響鈴的部分 都可以從這一個地方來做連接 我們有附線 下面這一個呢 是網路孔 實體網路線的部分 然後在下面呢 是這個USB 是我們預留的 這個是在國外的部分會去做使用 最下面就是電源 那網路的部分呢 我們支援實體網路 跟無線網路都可以用 好 這大概是它的外觀的部分 所以各位會知道說 這台卡中 為什麼叫雲卡中 因為它有網路 今天打完卡了之後呢 它就會把它的打卡資料 一樣透過有線網路 或無線網路 所以我們稱作雲卡中的原因就是 它結合了實體的打卡的資料 對應到手機上 以及雲端上的打卡資料 是同步的 最後你可以把你的打卡資料 透過雲端的整合 下載一份統計的報表 透過手機輸出就可以了 所有的打卡資料的統計 會成份的ECL的報表 那你就可以從上面直接看到 每一個人的每一個月的統計的資料 像傳統的方式用人工一筆一筆去計算 從後面的欄位剪掉前面的欄位 這是它跟傳統卡中最大的不同點 第二點它也能夠排班 在這個網頁上 我們可以先運行做班次的排列 那班次排好了 你的員工在打卡的時候 在這個畫面上去選擇班次 那你就可以選擇你是上A班 B班 或者是C班 那再把卡片放上去 如果班別不對 時間不對 它是不能打卡的 這個也是它第二個進階的功能 那如果你真的排班了 那他就必須按照他的選擇的班別 來做打卡 那一樣 這樣的班別跟打卡的資料 都會往雲端丟 雲端的報表形成之後 幫你做計算 這個人 這個月 他遲到幾次 早退幾次 或者是正常總共上班幾個小時 這些都會幫你記錄起來 會增加了你在這個原本卡中 做不到的這些功能 所以它相對就方便 也就是 我們讓你有傳統的這些打卡的方式 而延伸的 在數位上 享有這個 即時計算的方式 以往 你算一張 一個月一個員工的卡片 可能都要半個小時 你如果有十位員工 或有二十位員工 那相對的你的時間其實是非常長的 甚至一天都算不完 因為你也很難專心的去算這樣的時間 因為很多雜事要做 那今天用了我們的MK200 基本上呢 只要按一鍵 匯出本月報表 或上個月的報表 一分鐘不到 就幫你統計完了 我想這個是 我們在設計雲卡中 最大的一個目標 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個大的這個表中的一個畫面 因為它插電 跟雲端的時鐘 直接做校正教室的部分 那上面呢 會看到有個那個一鏡一目的 應該看得到這邊是時間 就是它教室的時間 然後呢 這邊是你可以選擇的這個 班式的按鈕 然後旁邊呢 有一朵雲的這個畫面 就是基本上 你只要臉上網路了 你就是綠色的打勾勾 表示你已經臉上雲端 你打完卡的資料就好 雲端丟 那上面這邊一樣有這個六個欄位 可以讓你選 它預設就會留在第一個欄位 我們之後會有一集這個 如何快速三分鐘上手的影片 那就像這樣子直接打卡 我們就這樣放下去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它說我遲到了 好我們期待下一集的影片 謝謝大家 好 有有有有影像 你這樣 你這樣子看得到嗎 看得到 看得到齁 我要看上 我要講上面的這個 你看得到齁 嗯 可以 好 好那我們就來介紹 等一下 開始了沒 開始了沒 太快了